提醒大家石頭有時候真的不要亂撿喔 來看這位王先生 他到馬祖去玩 結果後來回來在馬祖機場 被行警攔了下來 為什麼呢 來這個行警說 你的手提洗禮箱裡頭 怎麼會有手榴彈 請來軍方人員來勘驗 結果一查 還真的確定喔 就是沒有填充火藥的訓練彈 好啦 男子現在覺得很冤枉 他原來只是在海邊撿石頭 以為撿到的是這個呢 寶貴的石頭 沒想到居然撿到了手榴彈 男生就在海邊私自撿了一顆石頭 沒想到禮拜天一早 又從馬祖搭飛機回台灣 卻被攔了下來 因為行李經過X光機時 航警人員看到怪怪的東西 行李面航警發現怎麼有顆手榴彈呢 立刻要求民眾把手提行李打開 但是男子卻說撿的是一顆石頭 在執行旅客拖映行李X光檢視 勤務的時候發現 旅客拖映行李裡面 有一枚疑似那個手榴彈的金屬物 立即通報馬祖軍方人員到場見識 航警不敢大意立刻通知 馬祖陸軍指揮部派員到場 經過勘驗建立是早期訓練 未填充火藥的訓練手榴彈 由於金屬鏽石嚴重無法判定批號 但是民眾聽到海邊撿到手榴彈 還帶上了飛機直呼 太扯了 有點誇張 人家腳不確認的東西 應該再double check過 幸好是訓練手榴彈 讓民眾鬆口氣 不過海邊怎麼隨隨便便 就能撿到秀石的訓練用手榴彈呢 也真的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記者高不仁壽 都這樣太不動